您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社会记录 战争年代在通讯设备落后的情况下 无线通讯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今无线电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小到手机通讯大到航天技术 我们正享受着无线电带来的便利 而当遇到重大的灾情时 无线电通讯技术还能在救援时 发挥其应急通信的作用 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无线电的秘密和作用 五国军队的通讯装备相对落后 接受条件限制能有效利用的现代技术较少 为了传递信息 中国共产党建构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 并培养了大量的电台人员 以满足基本通信需求 此后几乎全部的展示信息 和部分重要的战役信息 均由无线电通信系统传递 因此无线通信技术在军队的信息传出中 具重要地位 回首艰难困苦的岁月 一步步珍贵的无线电台 一道道划过长空的红色电波 为我党我军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在我们习惯了用手机进行通讯时 又有多少人能知道 在当时一步小小的电台 藏有多少的秘密和故事 电台有几种通讯方式 第一种是语音 语音就是拿着说话的 还有一种发报 这个东西叫电键 然后这个叫电台 那么它发射一种莫尔斯马 一种语言叫做电报 莫尔斯马是全世界通用的 ABCD26个字母 包括数字 加一些简单的图号 它都有一定的代码 把那个文字信息编译成这种语言之后 再发出去 然后对方收到了之后 再反过来解码 从收音机 手机 蓝牙耳机 从数字家庭 交通到航天测控 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早已离不开无线电 无线电技术的应用 时时刻刻都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如今手机早已成为了 群众普遍使用的通讯工具 但在特定环境下 便携式无线电对讲机的运用 更加广泛 因为通常我们一般爱好者 玩的最多的就是这种 小型的对讲机 叫做UV段的对讲机 然后它在应急通讯方面 会比短波要来得快 因为它在这个社会保有量很多 然后在发生灾难的时候 通常那种公共服务的通讯会中断 那么在这个真空期内 就靠我们这种UV段的对讲机 可以通讯调度那种救灾车辆的那种 还有信息传递 把那种灾情的情况可以传到外面来 所以这个发挥非常大 我国幅员辽阔 地震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 镇区部分地区通信一度全部中断 不少前往灾区的持员部队 对灾区情况预料不足 重视了救灾补给 却疏忽了通信保障 为此成都绵阳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迅速动员 形成适应于应急救灾的组织体系和指挥系统 前往重灾区支援应急通信 用业余电台对救援工作进行指挥调度 当时是几大运营商 就是常规通信方式 因为他们有电了 它已经全部中断了 所以当时是我们四川成都的爱好者 背负着类似于这样的电台 是优微的 再把那个中计架上去 然后人员 一部分人员深入到灾区中心 把那个受灾的情况报告出来 而且这一次是得到了 美国的业余无线电组织 发的人道主义救援的这个奖牌 为了保障无线电管制的有效实施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自2010年起 国家公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制规定 与日常商用无线电使用不同的是 爱好者们必须考取无线电台执照 因此成员们不但需要熟练掌握 无线电的各类专用语言 还要遵守相关的管制规定 合法合规使用无线电通信技术 杨文君是汇州业余无线电协会的会长 从2003年开始研究无线电技术 为了加强技术交流 杨文君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 成立了汇州业余无线电协会 我们协会是2017年成立的 成立协会的初衷就是要把我们汇州的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组织起来 加强跟外地的爱好者之间 业余无线电爱好之间的技术交流 提高水平 然后能够在不时之需 就是应急的情况下 能够发挥一定的社会作用 我们像这个机器叫做无线电侧相机 以前是查找那种非法的发射电台 就是可以用这种设备去寻找它 这个滴滴声就是我们一个发射台发出来的 如果位置不对的话这边没声音 如果它这个方向指到那个发射台 它的声音就会增大 除了组织会员开展业余无线电技术性能培训 竞赛和通讯演练外 协会也在致力于宣传无线电知识 通过社会宣传走进校园等方式 培养青少年对无线电的兴趣 让社会更加关注和了解 无线电在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我们经常会组织一些无线电进校园的活动 每年的五五节我们会组织活动 对社会宣传无线电 那你看到这要很细心的去扭 我们找到这个方向眼 有声音 声音大不大 我爸爸他说又是来找保障的 想通过这种无线电测向 找保障这种形式来 提高一下小朋友对无线电的兴趣 对无线电爱好者而言 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是值得期待的时刻 2021CQWW世界性无线电通联比赛 在10月30号准时打响 这场由美国CQ杂志主办 持续48小时的单边带话比赛 是目前世界上参赛人数最多 规模最大的业余无线电比赛 惠州业余无线电协会的几名成员 也参与其中 越高的信号强度越强 这突出来了 突出这个水平面的就是信号来的 就是表示这里有一个台 那边可以通过听这个声音 听到这里就比较强了 然后这下面这个水平面 就表示我们这周边的电磁环境 越低越好 比赛开始前成员们通过勘察地形 测试底灶等 选取了一处电磁环境较好 适合通联的山顶作为阵地 协会内不少老腿也前来帮忙 架设天线 调试无线通联设备 为比赛创造良好的通讯环境 我们的电台的电波 就通过天线辐射出去 在空中传播到全世界 只要我们的天线够强大 我们的电磁环境够好 然后我们的功率适当的话 理论上来说 我们是可以跟世界上 每一个角落的电台 都可以取得联系 在比赛的48小时内 成员们将寸步不离地守在这里 与世界各地的无线电台 交换信号报告 为了得到更高的分数 他们需要尽可能地通联到 位于更多CQ分区和国家的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 它是一个俄罗斯地区 远东地区的一个台 这是一个竞赛呼号 他们是一个竞赛台 但是因为我们的功率比较小 所以它超收我比较困难 我给它报了很多次 我们的这个呼号 它才听清楚 最后是成功地进行了通联 我们互相交换了交换信息 这是一个跨了州的通联 所以说这一个通联是占了三分 对于我们来说 是非常有利的一个分数 这两位新人都是学生 有一个是高中 还有一个是大学生 我是非常开心看到 他们能够来融入到 一无线电大的集体里面来 而且我看到他们比赛 这种积极性我是非常认可的 而且我也尽我的能力 大力支持他们 这个活动越来越多人玩的话 那么我们对这个无线电视业的 那种扩大跟影响就越来越多人 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 对我们业余这块支持很大 他们发射了好几个业余专用的通讯卫星 所以这个可玩性非常高 现在在各相关部门的管理和支持下 惠州市业余无线电协会 致力于宣传和贯彻 业余无线电管理的相关政策和方针 不断加强爱好者的无线电技术能力 以备在发生灾害时能提供有效支撑 为了应急通讯的需要 我们把我们惠州的业余中计 再慢慢地延伸 今年我们在淡水加了一个中计台 和惠州的联网起来 而且这种中计台是在应急的时候 能够发挥作用的 就哪怕电力中断 因为我们有备用电源 在电力中断的情况下 有灾害情况发生的情况下 这种中计台都是可以启用 供应急通讯用的 我们惠州是一个多福的地方 目前还没有什么灾害性的事情发生 我们也希望永远用不到这样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准备着 历经千年传承 去写美文美